請問一下這次陳建招收押禁見 對於瑜伽來講有什麼大影響嗎 比較大的影響就是 記得一直打來啊 一直打給我啊 其實講真的我知道的 可能比你們還少啊 我講真的我接到記者第一通電話 就是 他是跟我講說他現在出了一點事 我說什麼事 反正就 對我知道可能比你們還少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 因為現在在司法審判嘛 那如果真的有罪就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反正就這樣啊 我也蠻痛恨就是 詐騙集團這個事情 我知道這個事情是昨天吧 昨天吧 上媒體的前一個小時我才知道 而且我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當下心情瞎 瞎透了 真的丟臉 真的很丟臉 可恥 我是說真的 柯偉欣的記者寫說 那個 Carrie他的月收入有上百萬這樣 你知道他都在做什麼嗎 我當然 我當然不知道啊 我當然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要顧的只是 我的兩個外甥 基本上 他在做什麼 我不會管他 也不管我的事啊 他已經成年人了 對啊 他確實有在立委辦公室工作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他有明天這事 我不曉得 我不清楚啊 我都沒有在立委辦公室工作了 所以我說 你們知道的可能比我還多 他在被警方逮捕的時候 口袋是有特助的名片 那這部分他是自己有去印還是 自己去印的吧 應該自己去印的吧 唉 反正就是為兩個小孩覺得很可惜 真的 因為二姐妻那時候 留下了 蠻多的錢給 小孩子 大概留下多少 我不清楚 可是應該有 應該不少錢 然後給小孩子 應該有破錢 一定有破錢 一定有破錢 就二姐留給小孩子的錢 畢竟自己留給小孩 如果他有好好照顧小孩 那就好了 可是現在 如果有關係到這個 司法這些問題的話 可能他那些錢 你本來是要用來養小孩的 那你後來 這個 到底要怎麼辦 我也不曉得 這個錢 就是 兩千多萬 琪琪 給 老公 你們會想辦法把他要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吧 要怎麼要 會不會擔心 琪琪留下的錢 怎麼會被當作 髒犯扣照 一定會 我覺得會 因為他不是被抓了嗎 確定被抓了 他一定就是會被扣 如果他有涉嫌到這個 所謂的 詐騙這個事情 我是真的覺得很瞎 爸爸會幫他找律師嗎 不會 不可能 以前跟這個人相處 在一起有這種感受嗎 就是會覺得他是一個車手嗎 我只是覺得他是一個 宅男 宅男嘛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他不熟啊 我講真的 我跟他不熟 私底下沒有很多的相處 基本上都是小孩 都是因為小孩 才會一起出去 因為他好像隨身都會帶兩百萬 隨身都會帶兩百萬 他是一個就是手頭很 很比較寬裕的人 好像沒有耶 不久前然後去Costle買個肉 小哥哥他們要回來吃烤肉 然後他還跟我媽拿錢 我記得 拿烤肉的錢 烤肉九千多塊 然後我媽給他一萬 他說剛好不有錢 爸爸有說就是很後悔讓二姐嫁給他 當然到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一定會啦 會為二姐感到不捨 然後還主要是兩個小孩子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兩個小孩子見了 我正帶 小孩子我們是很想把他帶回來 只是 目前都找不到人 因為我們 每次跟他聯絡的媒介 其實都是 透過菲翁 阿菲翁現在也不接我們電話 所以我們也不太知道怎麼辦 余大夫好像說有透過社群 帶各位見嗎 慢慢找 對啦 我不曉得因為我要工作 然後我就 我就趕出來錄影 其實他已經 一個多月沒有 到我們家裡來了 每次打電話給菲翁阿 然後菲翁都跟我們講說 他們要帶他去飯店啊 或是哪裡或是幹嘛的 所以我們大概 跟他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見面 只有透過那個 私訊電話 見面 小孩的部分是 繼續找啊 小孩是無辜的啊 我講真的 雅萍姐現在的 心情 多少一定就會受到影響的 因為 怎麼講 兩個小孩子是 無辜的嘛 他已經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 很煩啊 真的很煩 應該是我吧 而且 我也不知道 他 真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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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